新聞電影又發生停電事件 這次罪魁禍首就是這個變電箱 在上午十點有多發生爆炸 猴然就想嚇壞附近民眾 11點40左右 那台那個大的那應該是變電箱吧 上面就是爆了突然很大聲爆了 大家附近的人都嚇一跳 然後冒火光然後就冒煙 冒煙之後他就煙散了就沒了 然後隔壁左右就停電了 拿著訂單當扇子突然停電 讓這家眼鏡行損失慘重 停完電以後 我們要打開那個冷氣的時候 是嗶一聲 然後有個燒焦的味道 就不能用了 這回停電的區域 位在西門町鬧區周遭 成都路以及悉尼南路上 總共465戶受到影響 一停就是兩個多小時 連續停電讓店家不堪其擾 現在我們不知道是限電搶修 這個電的問題怎麼搞不清楚狀況 晚上限電是沒有電怎麼做生意 甚至我們還擔心怎麼打烊 因為沒有時間表 因為天氣熱這個事故的機率會比較高 因為天氣熱然後用戶的用電負債量 平常比較大 這個案子很多 跟那個前幾天的發電量不足的 那個地停電與停電 那不一樣 台天強調跟815全台大停電無關 但都過了幾天 在台南也出現供電不穩的情況 黑漆漆一片小朋友同言同語 直問大人不是說好不停電了嗎 怎麼又停了 沒冷氣吹熱翻還只能勉強拿手機當照明 而停電原因則是山區樹幹觸碰引起潰線跳脫 南華區左鎮區受到影響總計5349戶沒電可用 台電貼出公告解釋停電原因 但各種停電方式無論是路線老舊負載太重 還是設備異常 停電頻率實在太高 夏天沒電可用 再多的藉口跟理由都無法讓民眾接受 借黃明君 賴慣張主委姿 台北台南綜合報導